曲口樓 紀年前看了 刚礼平的那个崔志玲 那时候就爱上了中国的民族 所以我这几年就开始学习一点点 它跳到了空吹的精髓 真的让我感动 你好,我叫艾莉 来自美国旧金山 我是一年前来中国开始学习民族 现在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我来中国之前已经开始学习民族 但是那时候就是业佑的 我那时候跟小朋友和阿姨们一起学习中国舞蹈 跟他们一起跳让我很快乐 我小时候学了芭蕾舞 芭蕾舞这些手就会留在这里 一位就是一位,二位就是二位 芭蕾舞推的动作特别丰富的 但是开始学习中国民族舞之后 我就是发现了中国舞 有戴族的手是这样子的 围族是这样子的 但是每一次学一个新的中国舞蹈 我会重新认识我的身体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我那时候才理解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含义 因为每一次我学到一个民族的舞蹈 我也会学到这个民族的文化 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文化低运 就像蒙古族住在草原 就影响了他们的舞蹈 所以他们那么辽阔的草原 就会影响他们怎么动的 套蒙族是特别有自由的 因为是大方的不是小小的 因为草原就是无限的 如果你要用英文学到中国民族 没那么多文章或者书可以看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就开始写了一个文章 叫那个World of Chinese Dance 我想把中国民族宣传给世界的朋友们 给他们机会都了解到中国民族 我的梦想就是 以后成为民族的舞蹈家 而出品我第一次欢迎订阅 这次欢迎订阅 美歌 美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